立委刘兆豪希望宫东的教堂被更多人来认识了解 特别号召了大小朋友一起为宫东高宫的宫东教堂写生 18号是进行了颁奖典礼 而得奖的作品也将会在台东火车站进行展出 立法委员刘兆豪希望宫东的教堂被更多人认识了解 号召大朋友小朋友一起为宫东高宫的宫东教堂写生 留下美丽纪录 18号在服务处举行颁奖典礼 许多幼儿园的小朋友第一次参加画画比赛拿到奖状超级兴奋 陈品汉 陈品汉 我们在上个礼拜天 所举办的宫东高宫的写生比赛获得将近有300位大朋友小朋友热烈的回响 那我们今天特别举办一个颁奖比赛 我们谢谢这次所参与的许多的好朋友 这次以其说是比赛我们倒不如说我们其实是要借由这样一个绘画学生 让许许多多爱画画的大朋友小朋友能够把你的天分给展现出来 另外我们也希望透过不同的角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台东这块土地独特的一个资产 比如说我们这次的宫东高宫教堂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筑物 而且背后也有非常感人的白冷会的故事 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亲近它了解它能够来更爱我们台东这块土地 我是王佑恩我得了第二名 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画吗 你画了些什么 我画了宫东教堂 那画里面有什么呢 你看到教堂有什么特别的吗 你想把它画在里面 教堂很像一艘船 很特别 因为那天我看到墙面上的那座雕像 我就请教校长 他说那是耶稣复活了 所以我就从这边开始构造我的图画的那个灵感 然后他旁边一些故事 所以导致说这幅画的完成 谢谢单位 那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的画里面有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画 可以跟我们训续 他里面有就是耶稣复活的 然后还旁边 也差不多是那个什么琉璃 彩绘玻璃琉璃所制作成的一些故事 耶稣的故事 这次比赛分为幼儿园导社会组 共六组总共有两百多人参加 大朋友小朋友都透过这个比赛 更了解了白冷会留给台东的宝贝 宫东教堂 记者廖婷娟 台东市报道